来看这条题目 现在给出我们几个程序段 让我们分析这些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程序 第一行定义了两个变量i和k 它们的初始值分别是1和0 然后第二行是一个while循环 括号内是它的条件判断部分 这是一个条件式 进入这个while循环的条件 就是i要满足小于n-1 然后循环的内部 这有一个关于k和i的表达式 让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这个while里面的第三行 这个i++ 我们发现这个i++ 它是可以改变 这个while循环的条件语句 这个条件是否成立的 它是影响到这个条件是否成立的 那i的初始值是1 它每次while循环一次 它这个i都会自加1 第二次就会变成2 然后之后一直变到 当它i等于n-1的时候 截止到i等于n-2 它还能够进入这个循环 因为i等于n-2 这是满足小于i小于n-1这个条件的 但是当它加到i等于n-1的时候 这个条件就不成立了 因此它也就会跳出这个循环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第一个程序的时间复杂度 跟中间这句有关于k的表达式是没有关系的 它这里只是执行一次 它就是一个o1 至于它具体里面内容 这句话它要做了什么 我们并不需要去关心 当然这个k等于0也就没必要看了 所以这只是一个关于i 这个单个变量的时间复杂度的计算 那我们这里不妨假设 第一个程序而言 假设它执行了t次 假设它现在已经执行了t次 那么在t加一次的时候 要跳出循环 也就是不满足这个条件了 t加一次就不再执行了 那我们可以看 第一次进入这个循环的时候 i是等于1 第二次呢 i就等于2 一直到第t次 不能发现i就等于t 那t加一次呢 自然i就等于t加1 所以它实际上满足的 就是i等于t加1的时候 这个东西它是等于n-1的 接着到前面都是小圆-1 一直到t加1它就等于n-1 所以这个t它就等于n-2 因此我们算出来 相当于它一共执行了n-2次 的这句话 中间这个句有关于k的 它执行了n-2次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显然就是on级别的 它的时间复杂度显然就是on的 所以第一段程序 时间复杂度我们就分析完了 这是一个on的时间复杂度 那再来看第二个程序段 也是按照类似于前面的方法 那第二个程序它就非常简洁明了 只有y一个字变量 初始值是0 那while里面 这个是它的条件 就是y加1的平方 小于等于n 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它就会一直进入到这个循环中 一直到y加1的平方 大于n为止 它就会跳出循环 那循环里面的一句话就是 y等于y加1 实际上也就是y加加 它会自加1 每次y都会加1 第一次进去 对应的y等于0 那第二次进去 对应的y就等于1 那我们假设它一直执行了t次 那第t次呢 y就等于t-1 y就等于t-1 所以 如果说第t加1次 它就跳出来了 那对应的y就等于t 所以也就是t方 上面这个条件是y加1的平方 大于n 实际上也就是t加1的平方 这里是t加1的平方 它要大于n 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在t加1次的时候 它就会跳出循环 也就是一共执行了t次 那t算出来 很容易算得等于根号n减去1 所以第二个程序的时间复杂度 显然就是o根号n 或者我们这里写成on二分之一四方也可以 接下来 接下来再看第三段 第三段是一个三层负循环 这是最外层 这是中间层 然后这是最内层 那三个负循环 它们的变量分别是i j以及k 当然它们之间 这里写的是有相互关联的 比如说最外层i是从1到n i是从1到n的 那k的 每次i的不常是1 每次都有一个i++ 那第二层 也就是中间层 这个j的取值范围是从1到i的 j的取值范围是从1到i的 而最内层呢 k的取值范围 是从 k的取值范围是从1到j的 当然j和k的不常也都是1 最内层有一个x++ 这个我们不需要关心它 因为它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变量 我们只需要知道 每执行它一次 它就是o1 就可以了 所以 有关于这种三层嵌套的 循环的时间分达度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公式 因为这是 这是最内层 这是最内层 这是中间层 这是最外层 我们这样 由内向外 逐层累加起来 它就是最后的 这个时间分达度 当然里面乘了这个1 乘这个1是因为这只有一句话 一句x++这个代码 那我们来算一下这个式子吧 这个 sigma k等于1 一直加到j 然后对1进行求和 这个显然就等于j了 因为它就相当于 它就相当于 一共有 这个1相加 也就是j 最里层是j 那么中间层 j等于1i 对j求和 这个显然就是1加2 一直加到i 那这个也有求和的公式 显然就是2分之i乘以i加1 所以这是中间层算出来的结果 2分之i乘以i加1 那到最外层 最外层i等于1 它一直加到n 然后2分之i乘以i加1 这个其实我们不需要细算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平方向 这里有一个i方平方向 我们知道 前n向的这个平方的求和 它是等于6分之1n乘以n加1 乘以2n加1的 我们也 这是高中的一个求和公式 我们其实也不需要掌握 我们只需要知道 这个二次求和 会求出来三次想 一次求和会求出来二次想 那二次求和会求出来三次想 所以 这个的时间复杂度 它的最高阶显然就是三阶的 应该是 on的三次方 所以第三个代码 第三段程序 它的时间复杂度就是 on的三次方 这个具体 这个表达式等于多少 我们不需要计算 太浪费时间 实际上它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知道 它是三层负迅环 嵌套起来 也可以直接看出来 它是on的三次方 那再来看第四个程序 第四个程序是两层负迅环 第一层是外层 外层是i从0到n-1的 i等于0一直到i等于n-1 不常为1的 第二层也就是内层 这是j从0到m-1 不常为1 我们发现内外层 这两个变量i和j 它们之间好像互不影响 一个是关于n的 一个是关于m的 所以这内外层 我们就可以直接相乘 可以用外层乘以内层 这个时间复杂度 它就等于总的时间复杂度 当然第四个程序段 这个代码我们可以理解为 也将一个规模是m乘n的这么一个矩阵 把它处置化 都处置化为0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n乘m的矩阵 这个无所谓 反正它的规模就是这么大 空间规模这么大的一个矩阵 把它每一位都处置化为0 显然时间复杂度也就是m乘n 所以第四个程序 它的时间复杂度就是om乘n 那好 这道题就讲解结束